作词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忍不住挥手 若已牺牲在 就会把爱放在 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最温暖的地方 温暖的地方 妈 今天淘举回来 我不在家吃饭啊 去吧 你们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结婚呢 我们俩不急 你不急 妈可是急了 好 你的话就是最高指示 我一定照办 你妈妈就是爱指挥人 有你什么事 儿子 上回约淘举来吃饭 她没来 这回你再约她 就约在星期天 淘举那么隆重干吗 什么隆重干吗呀 我儿子讨媳妇 你不能让妈妈疯狂疯光啊 怎么了 你不配合啊 配合 坚决配合 我今天就去搞定 儿子 你是个博士生 你拿稳一点 把儿子说的都找不着本了 那就网南找 网南找网南 妈 你知道淘举的网名叫什么吗 北燕南飞 瞧不瞧 儿子 你真的喜欢她 对 她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女孩子 好 喂 喂 是小样吗 我问 记住是你什么人 是我爱人 她对你小样 你爱人出事了 出事 出什么事啊 车祸 他在哪儿 他现在人怎么样了 你说话呀 你还是 回来吧 巨头 你看一下这新闻不对啊 哎 跟你说话呢 出事了 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报社的车出事了 是车祸好 好 喂 喂 我是乔李 对 你告诉我 车上还有其他人吗 还有活着的人吗 你说话呀 哥们 你能不能冷静点 我怎么冷静 对不起 你们车上还有说话的人吗 我能跟他说话吗 我能跟他说话吗 司机 他刚醒 好 你叫他听电话 你 试图吗 小高 我问你 原来有救吗 还有救吗 不行了 他们说已经 对了 他不可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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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吗 真的吗 景修理 他们说车上不是晓天是别人 喂 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 我想起来 车上坐的不是宁老师 是陶菊 是陶菊 好 我希望把我们的婚礼放在教堂 在赞美式的祝福声中 披着洁白的婚纱 然后 手捧着一大醋玫瑰走向你 好吗 小样怎么样了 车上不是小样是别人 别 谁啊 是陶菊 不要 奶奶 小婶 女人 女人 小婶 女人 女人 小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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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陶菊 你真的忘了我们的约定了吗 你说今天想收到我的玫瑰 想个人的约定 跟我做一个晚上的吗 他 梅林 不是 初恋 这挺晚的 要咱 不行 我一定要见到他 行 行吧 那咱慢点开啊 小燕 小燕 来啊 怎么了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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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出事了 怎么了 你笑 小燕 怎么了 小燕 怎么了 秋莉 出什么事了 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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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转祸了 怎么可能 才刚分开的 小燕 是真的 你别说什么 陶菊姑娘她 陶菊姑娘怎么了 小燕 小燕姐姐 小燕姐姐 陶菊姐姐她怎么了 小燕姐 你什么 招 你怎么不开眼呢 小燕 bible 你会照顾好人 你怎么知道他就哭笑什么 哥 哥 陶军呢 哥 把他交出来我要带他回家 陶军 哥 哥 陶军 你现在不能进去恶劲一下 陶军 陶军 你先坐下把他带出来 你先坐下 坐下 你先冷静 我要带他回家 把他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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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芝 他带你来回家 妹妹 妹妹 我不相信 把他交出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在开会之前 默哀一分钟 是为了要记住 我们今日复刊 有陶菊这么一位优秀的记者 他是我们的骄傲 陶菊虽然死了 可是他留给了我们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要鼓励我们 把今日复刊办得更好 这段时间出了这么一件大事 我们复刊的工作一点没有耽误 进度一点没有影响 我要在这里 衷心地感谢大家 陶 救治燕燕的事你却交给我吧 我答应你 这是我现在唯一能够为陶菊做的事呢 可是没燕啊 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 如果你想完成这个任务 你必须和宁小燕合作 如果你接受不了 我可以回忍了 我 我愿意 我相信我能做到 身前陶菊也跟我说过 说殷小燕是个好人 她也希望这样 可是 你跟小燕之间有误会啊 我知道 我以前太任性了 美丽 你能走出这一步 我真的是很高兴 最近为了处理陶菊的事情 大家都很忙 报社下半年的工作很紧张 你千万不要耽误正事 你放心吧 不会的 怎么样 跟小燕之间 需不需要我搭个桥啊 不用 我自己来 陶 进来 这是我们广告部的计划 您过目 陶 我先走了 别忘了咱们的约定啊 还不错 在这个环节上啊 我是绝对不会给你掉链子的 行 我知道了 我得仔细看看 你先出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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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林 你干什么呀 喂啊 我给你做葱油饼呢 想给你吃个现成的 鸡块吗 这就是您和的面哪 怎么和的 怎么和的 你笑什么呀 你笑什么呀 嗯 怎么样 好吃吗 非常好吃 好吃多吃点啊 下次再给你做吧 你去一趟山区 没快点玩的吧 小家伙挺皮似的 我刚才还去医院做检查了呢 真的 我听听 我要跟他对话 我听听他跟我怎么说的 他能听懂你说话呀 能 当然 他跟我说 你骗人 你根本没有去医院做检查 讨厌 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呀 是骗人的事 虽然唐局走了 可骗人的事 我们报社不能不管 所以我准备派一个人 跟你一起把这件事情 落实下去 好啊 派谁呢 你先别问了 反正 明天上午十点见面 到时候再跟他谈吧 别忘了啊 头儿 有问题吗 霓虹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没想法 就是不想干了 可你昨天才把明年的计划送出来 今天怎么就不想干了 可那是昨天 霓虹 如果你有什么不满 尽管说出来 我说出来会有人听吗 原来还有你这个听众 别人怎么说我至少你理解我 知道我为报社做了什么 可现在 现在怎么了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你装糊涂 在报社呀 我就是个外来户 是个孤家寡人 做再多好事都躺得倒好 你为报社做出了成绩 这些大家都是看到的 知道顶什么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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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姐你好 明明你好 坐 为了桃菊 我们坐到了一起啊 是啊 她是我共同的朋友 燕燕的救助问题 我已经和她的父母都商量好了 她的父母也同意 让燕燕来杭州做手术 父母来吗 是的 我和桃菊初算了一下 这批管像用在燕燕住院和手术上都没有问题 剩下的管像 其实我在想 应该用在燕燕的腹血上 我已经跟镇上的领导联系好了 等燕燕身体一恢复 我们就让她复课 你们把工作做得真周到 我 桃菊说这批管像得专项专用 得保证捐助款的社会公信度和透明度 现在这批管就在报社 你来负责 我很放心 我啊 可是 丘黎能信任你 我也一样 小燕姐 我曾经伤害过你 我也误会过你 你不恨我啊 都过去了 怪不得 陶俊说你是好人哪 谢谢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 要多加了解 桃 无论如何不能放叶红走 她未必要走 她只是想要求 可现在连辞职信都递上来了 她知道这个圈啊 我是不会轻易化的 桃 不管怎么说 叶红她是个人才 她来广告部的一两年 效益也是增长了不少啊 我知道她是个人才 这个是人才嘛 都会有个毛病 这都是相生相克的 你啊 就大度一些 啊 照你这么一说 她辞职是为了我 八成 开十成 哎呀 头儿 以后这个时候提出辞职 她为了谁呢 还不是为了你 因为是你把她给冷落了 啊 曲曲 那照你的意思 让我跟她再回答从前 不不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现在 你和易红的关系 这样挺好的呀 可现在她来这么一招 可真把谁给降住了 照我们说的 不如救活向运 让她慈好 头儿 那你可得想好了啊 广告部上的事可麻烦着呢 都是易红经的手 中途坏人 谁接手 都是个烫手的善女 让我再考虑考虑 你哥和陶菊的事 我听陶菊说起过 他现在还好吧 自从陶菊走了以后 我哥整天把自己 关在实验室里边 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我知道这件事 对她的打击肯定很大 原本他们想结婚的 梅林啊 你是她妹妹 也是陶菊的好朋友 一定要想办法 劝劝你哥哥 没用的 我相信我哥 他自己肯定能过这一考 我还要去上班 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打电话 好 是小江的公司吗 对啊 在座楼盘的销售 那以后 我去那儿找你吧 我正好见见小江 那当然好了 我先走了 再见啊 二十三年 二十三年 妈 回来啦 我去跟你做饭 你跟许阿姨接着聊天吧 我去坐 一起去吧 人家见你那面呢 打招呼就不错了 挺懂事的呀 他们叫打招呼啊 他们是藐视我 多好的事到你嘴里就变了味了 他骨子里啊 根本就瞧不起我 清高什么呢 我看他雪野里啊 也没什么高贵的东西 那就你高贵 那当然 我回来了 高贵 谁高贵啊 你这妈呀 见了人家那个小样 气就来了 今天晚上吃了晚饭早 我去坐着 你老盯着人家干吗了 前世有仇了 他从我面前走过 正眼都不看我一眼啊 不可理喻 你在帮谁说话呢 不是呢 妈 我跟你说 其实小颜真人真的不错 你忘了 是他把你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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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里啰嗦的 说了多少年还要说 烦我又烦你 好好好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不说了 行了吧 一鸿提出辞职了 他辞职 他今天交到辞职了 他为什么要辞职啊 他为什么要辞职啊 谁知道 照我说你要辞就辞呗 你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再怎么说 一鸿也是个人才 他到你们报社以后 在拉广告上 还是做出过贡献的 你别太感情用事了 他是做出过成绩 可也给我添了不少麻烦 可是你们报社 需要这样的人才啊 我要是挽留他的话 他就更开劲了 那就看你怎么处理了 这两天我对他冷淡了许多 他就拿这个来要挟 我是那种受要挟的人吗 你还是别太冲动了 想谁呢 只要他辞 他未必肯走 丘利 你就用人所长吧 一鸿能给报社拉拉广告 别人未必能行 你就心怀大赌鞋 又有什么不好的 我怕他 晓妍 这对你不公平 我妈常说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终归也不是 我就是因为相信你 才会劝你的 你难道不怕他顾及重演吗 演戏要有对手 你不接招 他还能唱独角戏 他可比你想象的复杂多了 你不接受 一鸿 这职你可千万辞不得 我为什么不能辞 这么好的平台 报社广告部 好多人想去呀 吃着国家的黄粮 捞着自己的钱 多好 没有你想的那么好吧 再说了 我也正想跟你们好好的合作一把呢 我就知道呀 你是为了你自己 你也能从中捞到好处的吗 我可没你想的那么自私 说真的 我劝你啊 还是赶紧打消着辞职的念头 本来就是假的 狐狸的尾巴露出来了吧 我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你们老总年轻气甚 吓是吓不住的 再说了 他要是一来了脾气 劈了你的辞成 你就没得玩了 我可比你了解他 未必吧 男人有的时候 也是不按常规出牌的 那我怎么办 收回 那更没面子 我倒有个主意 你想不想听 你这怎么穿成这样 小爷 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是秋月送给我的 这鬼丫头 古灵精怪的 你要是不喜欢 我去换了吧 不行 不喜欢 谁说不喜欢 谁说不喜欢 就没看你穿成过这样 晓月 怎么了 今天好漂亮 我怕你压着宝宝 不会的 你说小燕这孩子啊 想起一出是一出 要去工作了 这不是挺好的吗 你看什么都好 他还年轻 你把他整天过在家里头 也不是个事啊 他都没有自信了 他行动还方便 还能够工作 出去走走的 有什么不好的 他一工作起来就那么投入 我怕伤着我的孙子 原来啊 你是护着你孙子呢 那当然了 我这次啊工作太忙 也没来得及问他们的事情 看来他们的危机过去了 真是谢天谢地啊 夫妻之间啊 最怕的就是不信任了 你不也一样吗 我可是信任你啊 你值得我信任吗 这 我这心里坦荡荡的啊 那我问你 那五千块钱怎么合事 就是你那书柜里的钱 这是我回来得急 我还没顾忍跟你说呢 那是我给英子的钱 英子没要 又退给我了 你帮助英子我没意见 我不高兴的 那是你为什么要瞒着我 你给英子寄钱跟我说呀 我去帮你寄不就没事了吗 干吗要藏着椰子的 也许我想得太多了 王华 是我不对 你呀 说起别人来道理都懂 可有时候自己做起事情来 欠考虑啊 生气了 我能不生气吗 好 我这回呢 是欠考虑 今后 我一定敢 那就看你的行动了 好 喂 喂 妈 一二 你怎么这么早打电话呀 怎么了 早上就不能给你打电话了 我是说你没事吧 我没事挺好的 我就是想告诉您 我从今天开始就去上班了 你不说你不用去上班了吗 你怎么又 给一个好朋友帮忙 你这个啥时候了你还帮忙 你怀这个孩子你得注意啊 我知道了 一二 我跟你说啊 这怀第一胎啊一定得注意 哎 就咱们那个校长啊 怀第一胎的时候不小心流产了 结果后来怎么都坐不住胎 后悔死了 你真得注意啊 我知道您放心吧 多走动走动对胎儿有好处 是吗 那医生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你注意点 你注意怎么样 挺好的 刚上班去 一二 你婆婆怎么样 挺好的吗 我婆婆 她们都挺好的 昨天我们一起吃饭 还说起您来了呢 我说您啊 对学校反聘回去 做贡献呢 嗯 你们都挺好的呀 妈就放心 哎呀我还是说 你看你怀这个孩子 我不在身边 你真得注意 嗯 妈 你一个人寂寞吗 你一个人寂寞吗 妈都多大岁数了 还寂寞吗 妈挺好的一个人啊 哎呀我都习惯了 你放心吧 一二 你怎么了 我肚子痛 你疼得厉害吗 有点 赶 赶紧去医院 给 给邱莉打电话 我先不跟你说了 秋莉啊 淘菊的事情 处理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那个山区女孩子的事情 交给梅玲了 这我就放心了 秋莉啊 最近你们复刊发展势头不错 像一头出山的豹子 势不可挡 谢谢袁总夸奖 我希望你们 飞得越高越好 袁总 您今天叫我来 不是为了说这件事吧 我听说 艺红要辞职 是他跟你说的 我就没见过他 是别人告诉我的 对 确实有这么回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来去自留 太草率了吧 你说艺红是你的左右臂 你就舍得砍掉 袁总 不是我要砍掉他 是他自己要卸下来 那卸下来 你就成了独臂将军了 强留是留不住的 那不行 一红不能走 这是我的原则 这恐怕不太妥当吧 有什么不妥的 留住人才是我们的本质 一个正在发展的报纸 连人才都留不住 人家要笑掉大牙的 可这只是普通的人事变动 没这么厉害吧 人事变动 说非你找一个 跟艺红一样能干的人 我暂时找不到 我说丘黎啊 你不要什么事情 都交往过正啊 明白吗 我不懂您的意思 你不懂 那好 我跟你说白了吧 一 要留住一红 想办法让他撤了私生 第二呢 让他高高兴兴地在报社工作 不要闹情绪 这个度你要把握好 知道吧 下岗了也好 有时间串门了 可不是嘛 您说 他们让我返平到 那个农民工学校 这一个月也占不了几个钱 也挺为人的 还好解散嘛 不解散 我有个主任 就是 不过到我们这个年龄了 也跟不上了 现在都是电脑控制啊 是是是 往后啊 有的是时间 没事啊 就过来 我再叫两个人 我们打打麻将 我不会 这位你看 那女的我认识 是我们学校的宁老师 小儿你坚持一会儿啊 来来 来 偷偷 那男的呢 是教育局的理科长 这就我跟你说起来 你忘了 这人啊 现在和宁老师拧了可警啊 没事 就往宁老师送他 一会儿有好多人在议论呢 喂 杨兰 小燕病了 我现在送他去医院 把你直接过去 你给丘梨打 那丘梨电话打不通啊 那你多打几遍吧 好吧 好嘞 怎么了 一脸的棺子 你的辞职报告 不能骗 桃儿 其实你要跟我说句好话 给我个好脸 就能把我留住 很陌生是不是 我也觉得你很陌生啊 一虎 你能保证不影响工作吗 当然能了 可你也得像以前对我那样 哪样啊 把我当朋友啊 别把我当仇人 我有啊 当然有了 用赵本山的话讲啊 脸拉得跟斜拔子似的 头儿 还是多笑一笑吧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 不开心的事啊 人呀 要学会开心点 别把什么事都看得太重了 我可是个认真的人 我也不是个随便的人呢 我为今日复刊闯天下 就算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可总不能对着一张冷脸吧 你知道吗 那心里是什么字啊 我态度不好 我改 那好 我宣布收回辞成 喂 要来 你说什么 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来 好 怎么了 小雁 你快吓死我了 不好意思 惊动了这么多人 你拿我当外人 你说这孩子幸好保住了 要不然我都 我都没法交代 你早上是不是干什么重活了 没有啊 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打了个电话也能动胎器 不用说 你这孩子啊 也是个娇气鬼 小雁 小雁 统筒 相濡 下来说 不信心事 小温 空气鬼 有的 这是一场 夜 小温 不信心事 你每年 来的 不信心事 一生 你呢 哪 一世 我都不信心事 我想 谈飘来挡去的情感 谈我离不及到永远 那两张红色七月的欢乐 不要变色 让世间的恋人 偕老白头 爱你就是我的唯一 直到我们匆匆老去 擦去泪滴 用心刻下真情的专利 爱你 在千年轮回里 我们继续相为相依 深深抱紧 现在 加倍 在千年轮回来 在千年轮回来